现在可以看到slides哈 大家好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五位这个 star的这个faculty member哈这个上面 我再重复一遍主要我们有三个维度上都比较有这个diversity 我们有两位老师是从私立的这个学校来有三位老师从公立大学 然后呢我们有 三位老师是正教授然后有两位是 这个今年这个月刚刚这个promote成这个这个副教授所以有不同的这个academic的这个这个背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男女生的这个比例上 有两位女老师还有三位 我后面会我下面稍微简单 介绍一下他们然后带我 估计你们都已经很熟悉 所以alphabetical这个的话 先第一位是匹斯堡大学的黄恒老师 黄老师是这个叫做 英道的这个讲习教授 然后他的研究方向是深度 machine learning 在这个 主要的achievement 当然这个 我在上个上个星期稍微提到过一次 在这个cs ranking上面 根据这些 这个cs ranking 认可的conference上 发表的论文数的话 是这个 在世界computer scientist 排第3名 所以说从这个从这上面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非常这个 这个significant achievement 同时他也是我们asic 2020就是上个星期刚刚颁布的这个 rockstar的这个 获奖者 第二位是芝加哥大学的卢山老师 卢山老师因为多次的 参见 从我们这个组织开始建立开始就一直这个参与在里面所以大家也见过他很多次 所以 卢老师是这个snown的这个fellow 也是我们 今年的asic的rockstar 然后呢他是在操作系统这个领域里面 就是也是世界级的这个明星级人物 所以说是今年的osdi的这个 大会的program cochair 同时也是asmsigops的这个chair 下一位是 密西根州立大学的 张斌老师 张斌老师是 是在我们这个 就是说是 在mobile system 如果在这个方向的人可能 可能对他 这个 比较熟悉 他是今年 这个 刚刚tenure 所以他这个 很有意思 我列了几个在 在这 就是说除了在nsf以外 他在这个工业界 像facebook amazon 这都是最近 刚刚alance的这个 非常competitive的 这些awards 同时他还参加 包括这个 谷歌和这个 比如像 NIH的这种 这种比赛 就是世界第一名 就是他的这个 在这个 选择 这个 做得非常好 所以 也是我们的邻居 我说邻居 是指 我们Wayne State的邻居 所以我们请 这个 张敏老师来跟他 来分享 下一位是这个 UC San Diego的这个 赵基生老师 赵老师 你们得我看见了 我刚才这个跟他开玩笑 就是说 他看着很像个小姑娘一样 就是说 还像个学生一样 就是 也是刚刚tenure 这个 除了这个NSF Corea以外 我觉得他这个 最impressive的 也是今年的我们 我们的这个 ASIC的Rising Star 奖的获得者 就是说他是这个 已经是Michael的 这个名人堂的 成员 这个名人堂成员 你们知道 通常都是 要有很多人 很多年 才有可能进入到 这样 这样一个 这个荣誉 所以他已经这个 在 A citizen professor 就已经到了这个 名人堂里面 所以 所以 也是这个 绝对的这个Rising Star 最后一位 当然 英文说是最后一个绝对的是 Last 但是 绝对不是这个 重量级的这个 绝对老师 在 也是我们这个 ASIC的这个 Funding的这个 Member 早年我们也请他 做过一个报告 你们要看到 我们这个 所有的talk里面 啊 除了周恩恩老师的这个 这个 他的那个talk 被人view过 这个 最多以外 啊 周恩恩和卢 和卢山的这个talk 就是view的 大概是 就是排名第2 就是说 他当年 share 他的这个 RAWR model Jason Flynn 等等 我相信对 现在的很多 已经tender的教授 可能产生了这个 产生挺大的这个影响 Research的话 我们就不用 他就不用介绍 他是mobile领域里面的这个 绝对的这个 star 几年前是sigmobile的rockstar 然后现在已经是这个 非常 这个 established的这个professor 那我就停在这 因为之前我们通过那个rsvp 就收集了很多 很多这个 很多问题 所以几位老师也是 我也把这个问题跟他们分享了 所以他们在准备自己的这个talk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按 就是说 呃 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 下面我们就先开始 就按照刚才这个顺序吧 请黄恒老师先来 好了 哦 我share screen 对你是cohost 你应该可以share 直接把我 好的好的 大家能看到我的这个slide对吧 能看到 哎好谢谢谢谢 哦 哎呦我这个 你这上来好像就是第二张的 对我这因为我刚才有有一个呃我 admit一个waiting room的 同学 然后点了一下然后他就 哦就走了一夜是吧 呃对走了一夜我这里一直会 哎我这里不行 奇怪 对 ok ok 因为这个呃 admit这个这个这个窗口的一直一直跳出来 所以说我这个收一点收一点问题 好不好意思啊 呃 呃 大家好啊 我是皮特巴拿学的啊 黄恒 呃我现在在呃 ECE Department 呃 我是呃 呃我是我是在 Dynamic College 呃读的PhD 呃 CIS的PhD 然后毕业了以后我在 呃 Ut London 呃在Ut London 做了呃10年多的Faculty 然后 呃前几年呃 莫舞到了 Pittsburg 呃这次 呃 Bissong 呃 让呃 和我们商量 呃 呃 希望说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Faculty 入职 呃希望我们能把一些以前有的经验和大家share 一下 啊 呃这个呃我就总结了一下 我就呃 按呃因为我看大家写了很多问题 所以说我就呃 按这些问题我就我就总结了关于这个 呃publication 然后student recruitment 还有proposal 这三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我就呃大概总结一下 呃还有很多别的问题 有些问题呃我也没有特别多的经验 所以说我这里就呃我就没有写slash 是吧呃 呃 很多很多新的faculty 很多呃呃 呃新的faculty提到了这个publication问题 呃我看了几个我能呃我能呃我稍微有些经验的问题 我就呃我我把它sumrure在这个slide上 呃呃有些呃有呃有有有有些朋友问这个我们是呃是发表是conference paper呢还是journal article 这个在我们在conference里我们已经是呃就是说讨论了很多年了 因为这个因为我在我们conference我们是优先是以发表conference top conference为目标 呃当然journal article也是呃是是也是重要的目标呃呃因为这个同学呃这个这个这个发表提呃问我们他是信入职的 他是问关于呃以后评探究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提稍微提一下就说因为我现在知道像我们做conference的很多呃像我现在在EC department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呃可能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在conference department那么我们发top conference 发那个conference paper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go for tenure的时候 tenure promotion啊还有3000review的时候呃包括每年的review都会看你的我们这个conference paper的数量尤其是top conference 啊但是如果是呃在EC department这个情况不一样的因为我知道在呃绝大多数的engineering department里他们还是看journal article 对就说像我现在我每年的evaluation我呃系里主要看我的journal article 他不会看我任何的conference paper对这个呃这个呃这个所以说呃所以说呃呃呃各位同学可能大家需要看自己的这个具体情况了呃如果是在呃非nonconference department呢可能需要问下问下系主任和呃 senior的mental faculty问一下他们是系里面主要是看conference paper看journal article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是呃nonconference department他们不记这个conference paper那么我们发再多的top conference paper也没有也就是说对对对对对我们的 go f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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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ding promotion帮助也不是很呃帮助也不大呃当然我大部分绝大多数的computer sense呃department的那那我们都是会看conference paper呃呃有呃也也有呃有发有有信用值的发表问到呃就是说这文章的quality和quantity哪个更重要呃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quality是最重要的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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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呃每年呃每年如果是能发一篇特别好的文章再发几篇不错的文章这就在在在在大多数系里面呢都算是比较都都算是比较呃active的呃呃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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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record的呃呃尤其我们可以想到那当我们申请nsl proposal那个funding的时候我们写proport有个biosketch biosketch让我们list呃呃5个最reality的product和5个最最近的product那就是说如果是呃如果是呃如果是呃大家有呃超超过10篇因为我们找找了达职位的这呃的同学们大家都已经有很多的好好文章那么以后持续呃保证quality发表好的文章的话那这个biosketch的识篇文章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呃对摄影方面来说这个quality其实更更重要呃呃 呃然后有有问题问到如何选这个research topic然后问是如何如何来make呃呃 our own topic就是说如何来呃会这个topic是我们自己在在最前沿我们来立的这个topic呃在选research topic的时候我可能呃呃在我在我过去几年的呃在过去过去十年的这个research的这个经验看来就是说在early career middle career和establish professor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呃在early career的时候呃 呃我从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可能会建议大家更会做更加呃比较比较比较热门的比较比较哈特的方向呃也当然因为哈特方也是比较前沿的方向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research方面的问题因为呃如果是topic不够呃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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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那么申请方面那么会会会会会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呃可能在early career的时候我们不能选这种特别不特别长的topic 这个如果需要周期需要几年的时间那可能我们early career这个同学都都都都这都不能承受的呃可能会选呃短短假如说一年两年我们会看到结果呃呃在meet career的话那那大家那么可啊meet career一般来说大家已经有tenue了或者呃马上就要拿tenue的人那这时候我们呃大概已经已经有很多的积累了那么这时候选题目可能呃长短都可以考虑尤其要选一些可能我们会选一些呃对特别前沿的问题 或者是就是说呃比较有用但是呢呃呃现在他们呃比较新的问题没有人做的那当然那就会呃这就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topic那么在这个领域里大家提到这个题目那么就会就会想到这个leading的几个人呃当然到establish的professor的时候可能这个每个人想法就不一样了有人会继续做更前沿的问题比较hard的topic也有一些呃他就会转去做这个呃他认为有用但是呢这个是个非常难啃的骨头对这个问这个我碰到很多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hinton像hinton他们做deep learning在当初在我们摩世线领域里是属于呃比较比较偏门的呃九几年以后deep learning就已经不热门了但是hinton呃他会一直员包括他培养他的学生们benjo这些他们会一直沿着方向去做呃这在摩世线当时是比较小众的问题但是呢他们一直沿着做那么后来就是呃促进了整个大领域的进展所以这个时候呃就是说呃 可以经常会考虑去选一些有用会推动整个领域发展的方向到必定是最hard的topic可能会看得更远就是说这个只要呃他们会选一些比较比较有更加有impact的这个方向去做呃我看的问题是呃就是说how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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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partment define protective就是说这个可能每个department不太一样我记得大大门需要可能点尖的学习 这个我不太了解那个一般的需要来说呃每年发每年这个在publican上有四五篇文章其中有一篇top一两篇top的话那大家都认为是比较protective的呃researcher我想大概一般需要大概都是这种标准嗯然后how how to choose the collaboration呃呃在我们做publican这个collaboration是还是比较重要的呃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会找呃像我的话我一般就是说呃呃 呃topic个比较接近的然后有一些呃呃有些有互补性的呃比如说做理论呢和做做application呃或者是对或者是就是说呃两两两个就是说一个做model一个做优化这样这种application可能搭起来就是说出结果比较快一些 呃呃然后很多很多新的faculty呃问到就是说关于这个这个这个如何来呃recruitstudent对让很多人感兴趣how to find a good student呃我的经验是就是呃呃我我我一般来说我会呃让我一些学生帮我在很多地方呃bbs啊在很多这样贴一些广告 然后呢呃呃然后联系了我的学生我一般会和微信和他们呃呃现在有微信以前用电话那么和他们会聊一下看一下他们看一下他们的motivation看他motivation的话就是说然后看了background和我说match然后他另外他的motivation也很重要呃如果是没有很强的motivation那么很多学生可能会中间job他就会转master然后去master工作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其实和学生聊一下呃 呃虽然是remote聊一下但是这个也也还是非常有还是非常有效的呃然后也有同学问到how to train student effectively呃呃这个这个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呃像像我一般会呃把我呃以前需要看的书我会整整理一个list然后某某某一个经典文章我也会整理一个list然后把这个交给学生然后学生会让新来的尤其新来的学生会让他们都读一遍 呃比如说像像berkeley的像match darden他的学生他们要求比较高一些他们呃前两年他学生基本上就是完全是training就是说当然因为呃mmit berkeley的经验我们我们并不能完全接受那个借鉴呃因为他们他们的情况不太一样呃但是呃像我的话但是也也尽量花很多时间呃让学生呃进行training这样的话学生将来的这个发展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然后呃how to motivate students呃呃这时候可能呃呃跟我以前的经验大概会有两两部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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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的学生他可能本身就是呃会已经比较比较比较相对来说比较active做research 那么这种呃呃这种呃呃这种呃呃可能multivate他们就是就是给他用一个比较好的目标就是说呃呃大概会告诉他们呃呃将来如果想做fidelity大概他们会需要呃呃发多少文章有多少经验做做就是说呃呃或者是去工业界去想去reserve啊或者是找不到相关工作的话会告诉他们就是说呃呃如果有更多的相关好的文章 那么他们他们他们可能会找到好的position那这个学生会比较感兴趣因为大多的学生对这个将来找工作非常感兴趣呃另外一部分学生的话那么他们呃呃就是说比较呃呃他会稍微慢一点呃呃他们可能对将来找工作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呃呃那这时候这些学生啊可能我们呃呃我通过几个朋友知道他们一般会给学生告诉学生呃呃这些学生会告诉他们一个呃呃 这个一个一个明显一个明确的就是毕业的时候的这个标准呃呃比如说有的有的老师呃呃呃有老师高的学生他毕业的时候需要三篇topconference或者三或者五篇topconference呃呃有老师他的是别的就非系细的他会告诉学生呃呃就是因为他们做比较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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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他他知道啊即使没有想到如何去工作那么他也会想到啊今天越来越想到毕业的事情那么他有个clear的这个个个物他他就比较容易比较容易motive然后呃我简单提一下这个Piers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呃中国呀美国呀印度啊我现在就大多数我们学生都比较了解呃我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另外两个sauce就是说 我以前找学生碰到过的呃呃比如说呃出了中国出了美国学生中国是印度学生以外其实希腊他一些国家像欧洲欧洲学生也不错但是呢他比较少像希腊学生啊呃像那个呃伊拉利也他们也有学生都不错但是但是在美国比较少美国比较常见的就是呃伊朗学生和那个巴格拉代学生比较多一些像伊朗学生的话如果是Sharif啊Tadron 阿米卡比尔是他们国家最top的三个学校那么这里出的学生呃这样都相当不错 然后跟我以前的经验这还有后面几个学校像呃呃伊术华尔的Sharif啊Tadronology呃伊斯法汉还有那个Sharif的Sharif啊还有Tutsi这几个学校的学生也呃他的考虑也相当不错如果是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各个学校照这个声援声援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说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看啊挑选一些这些就这些学校学生啊 然后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在在伊朗的话伊朗的Compatial Science并不是属于热门的方向它是属于在在MessMess Dependent下面他们比较热门的是EE和CE就是他们的EC是最最最最热门的方向所以照他们那里的学生的话要注意一下他们呃高考排名的前面前段都会去学CE或者EE呃或者米开尼这些年轻人呃板麦卡尼这些年轻人呃他们的CS相对来说他们的学生呃就是考虑的相对来说反而会低一些这个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还有学校那个Booit也不错Banggadish 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学生也不错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学官方的成绩单直接提供了系列的排名你根据他的系列排名你就知道大概这个学生的水平怎么样那么呢招学生也是比较方便的呃因为问题里面很多呃涉及到这个如何写Proposal呃这个这个我三年前给过一个呃在一个在在在我们大会的Seminar讲过一个 那个Pinehouse讲过一些经验呃我这又总结了一下又加又稍微修改了一下因为我的新的三我这三年也没有太多的新的经验呃就整体来说呃我的research方境主要是从NSF和NIH拿的 那么NNSF的话NNSF的话它是要fondamental research所以它需要新这个新的agorism新的series新的idea 然后呢当然这些emergent application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它是属于我们有fondamental research然后去解决emergent application去有这种impact search impact这样的话这个这个国家才会优先放的呃呃呃有一个同学问到就是说如果是说没有新的工作没有新的idea那proposal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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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呃如果是NNSF的话那这时候呢就可能首先可能我们考如果在没有特别新的啊fondamental researchidea的情况下可能首先这个application要特别新 这个在在我们社会是比较逆的然后呢呃呃呃可能再用呃呃可能再用一些relative new的一些呃方法也可能也也是有些也是相对于proposal也是比较comparative的啊这个可能具体要看各panel review的情况像NIH的话它不太一样NIH的话就是说它是它所谓的novelty是主要是指novel的ideanovel的hyposes还有novel的application至于至于它里面的方法他们呃就是说只要是 你就我们使用这种state of the art就可以了甚至不是不定是我们呃呃我们设计的一些comparative的方法我们甚至可以用现在现在最新的方法去他们也是承认的但是呢这个这个by medical application要是比较新的它要解决他们新他们哪里的问题嘛因为它是因为NIH是做by medical research然后很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这个team很重要所以说呃呃一般来说呃go for NIH的话一般来我们需要和一些school of medicine的PI来合作呃呃他这这这这些school of medicine的 这老师其实是非常open的for collaboration尤其是写ground proposal因为大部分他们都需要至少付自己百分之五付百分之五成是比较好的学校大部分都要付百分之七十五甚至有百分之百 salary所以他们对方对方压力非常大他们对一起collaboration写proposal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个呃和school of medicine的PI合作的话其实是比较smooth的 那么呃我快速讲呃呃我可能有时间比较多呃我快速讲一下呃这个呃我先我写proposal的经验呃首先这个我们要read这个proposal或者是那个rf要非常仔细这个非常重要你像现在nsf很多的call除了我们这个呃call program可能里面的special里面的要求都是比较general你学special call的话这些proposal里面都有非常强的那个就是 就是框架要要要要严格follow这框架来写着proposal否则有时候会就可能就是说呃在proposal discussion上就会就会丢很多的分数呃然后我的建议就是说在每在第一页的话第一个paragraph基本上要把这个mangoal写清楚大家大家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呃第一页的话一般来说呃就是我们要讲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的researchgoal是significant是是是是是有必要去做的然后呢我讲一下我我们 嗯这个呢哇我们这个呃呃就是说现在的方法的man defect是什么因为这样才是才会有需要去做我们做新的方法 Wikipedia 然后我们的mantechnic是是什么是做什么因为都可以写的 简却谱 demise forever不会在一页直上写不回下来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高的比较高的呃在这样的比较高的角度可以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呢呃。如果最好能提一下我们的prementation results甚至一页直 甚至一页直呃唷不是说错了甚至一句话 whichever设计算的一些呃大家以前的文章大家大家知道你是有pre depending results 不是突然间做一个新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这个很多review都会比较appreciate 一般来说一个proposal 大概会描述一个大的story 一个比较attractive story 然后呢 这个story呢 它需要完成story 一般来说 小的proposal需要三个task 大的proposal有时候 我们需要五个task 因为这个proposal 它的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有三年到五年都不一样 那么每个task呢 我们可能会 就是要解决一个subproblem 或者story 所以这个story呢 它需要解决几个不同的问题 然后合在一起 才能把整个大的问题解决 然后在每一个task的开始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就是现在的存在研究里 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我们proposal的方法 为什么会work 为什么潜在 会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proposal body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时候这个 这个有些figure 加些figure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加些 有些figure的话 会easy的 就是大家会unstand的 就是我们的方法 方法的机制是什么 结果是 结果是会 会像什么样子 尤其我们搞计算的 我们competent science的话 我们其实 很多的问题 都可以做成figure 当然了 这个根据 data research topic 不一样 它有时候可能figure多 也觉得figure少一些 然后这个education component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如果是大家写 career proposal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career proposal 大家我见过很多人 写好几页时 我看到写四五页时 都有 少的话也要写两三页 但一般的proposal 可能要写一页时 现在很多时候叫 browning impact 就是说这个大家 如何 然后这个education component 大家不仅要 现在要求比较高了 现在不仅要 我们提出来 我们要做什么educational 这个方向 这个具体一些细节 还要简单讲一下 如何来evaluate 就是这个不光是 research method 要evaluate 这个educational 这个component 也要进行evaluate 所以现在的 这个这个标准 也比前几年 也高了不少 那么最后就说 我能想到了 就是说 这个trek record 非常重要 就是说 前面我也提到 这publication的quality 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 我们有比较好的publication 那么对这个proposal 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然如果 以前参加过一些比赛 就是说 像soultware torkit 比较有名的soultware torkit 这都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有问题的话 可以就可以和nslpd或者是 因为我们都是commonic scientists 所以说非常重要 就是working with the 就是soultware medicine 和这些PI合作 那么torkit 是比较有机会的 好了 我可能用时间太长了 这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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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 对我的系统好像出现了点问题 你接着来吧 对大家好 我叫卢山 在U Chicago 然后刚才我觉得黄云就说了很多 我觉得都很重要 很好的一些technical东西 包括怎么写proposal 什么写paper 然后我想其他panel 其他人应该也都会说一些 所以我今天倒是主要想 跟大家说一些不是technical东西 我也看了很多一些大家一些问题 然后我觉得好像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出好人际关系 然后我这也说呢 就是说 其实我记得我以前 都听人家说 你如果去了academia的话 就都不需要考虑人际关系的问题 你就只要自己业务做得很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不正确的 然后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 我的导师 朱元元老师 其实教了我很多很多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也就是跟大家 今天就随便说一说 因为有些东西听起来 我觉得其实也挺傻傻的 我就想一想 我觉得 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 不过我觉得其实说真的 就都感觉 说起来感觉就像是 小的时候在上那什么思想品德课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烦 我看到有些说 这个怎么跟学生相处 那么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说 我这说是所谓自强 其实我觉得可能自信要比较好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自己要先要有自信 我记得我刚开始做assistant professor的时候 当时 我其实很nervous 然后我每次跟学生weekly meeting之前 都很担心 觉得 这个学生要是觉得我很silly怎么办 然后后来我的mentor就跟我讲说 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就算你好歹是已经 练过这么多年PhD了 你面对的这些学生 都是才刚刚开始PhD的 所以你首先要相信 你一定是 你要be confident 如果你自己都不confident的话 那这个mentoring的relationship 就很难处了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是我其实最开始没有意识到 然后我后来上了一个mentoring的workshop 然后当时也有学生在 学生跟我就跟说 他们觉得所有的advisor 都应该appreciate 我开始觉得 我觉得我有什么好preciate你们的呢 我觉得我这个每天拼此拼活的 给你们盖paper 然后就他们就说呢 说其实你要意识到 每个学生 他就从选择你 作为他的mentor开始 他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bigger commitment 他这个清分最好的五年时光 六年时光 对不对 就交给你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放在心里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对 就是说跟学生之间 我觉得最重要 有个大家要彼此 怎么说呢 彼此信任吧 事情并不是总是会好的 对不对 然后那么大家彼此坦诚 这个有什么东西 大家一起 有什么困难 大家一起度过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下面就是跟自己的mentor 当然这个mentor 包括official的mentor 你比较像 我学校 以前Wisconsin 还有Chicago 这个都是会有个facialmentor 也包括一些英格facialmentor 那首先第一点 第一点 我说其实要主动 这个主动 包括你比方 你在开会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 你这个自己领域的也好 就自己比方 自己领域的 就是说要主动 去跟别人 去问别人 不管是什么 怎么写proposal也好 怎么写paper也好 怎么teaching也好 甚至是很general的问题 都可以主动去问别人 然后这里包括 就是说 你比方说 像我PhD是在Illinois 然后那么 我在Illinois 当然YY就是 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另外也有别的 一些Illinois的老师 怎么说呢 从某种意义上 就是当时 我是学生的时候 跟我是点头之交吧 但是那么我毕业之后 我后来去 开conference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 我还是会去 就是说去问他们 然后其实 我觉得大多数老师 其实都是非常nice的 然后另外这一点呢 当然所以我们 当然要这个很感 一个感 很appreciative 然后呢 就是说问的时候 我觉得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一般 我觉得 不要 我觉得 不要问一个 很specific project 不要问很specific 而是更多的问一些 关于这个philosophy的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就比方说 我问过各种各样的人 包括就是说 跟我以前完全 我完全没有 以前没有 没有任何讲过话的 这个很大牛的 MIT那些老师 什么之类的 然后问一些很 philosophy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 其实受益 非常的多 然后对 然后就 我这 就是说 对 我要这具体说了 说开的话 那就太长了 我就不说我具体 学到了什么 但是大家都可以 试试看 然后呢 collaborator 我看到很多人 问到collaborator的问题 就像黄恒说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 collaborator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这个collaborator 大家也不要觉得 就是说 我就是 大家都说 collaborator好 所以我去找 collaborator 我觉得就是要 一定要有一个 很matched的 collaborator 一方面呢 是technique上 最好complement 如果你们两个人 都做的是 同样的东西的话 这个我觉得用处 就不是特别的大 就说 你比方说 我的collaborator 那我以前 就比方说 我会跟一些 我自己做 比方说 这个动态的分析 那么我会找一些 做静态分析 那我做软件 我会找做硬件的 然后那么 我做软件 但是也有些人 做的比我 做的更formal一些 就是这样子的collaborator 那么有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 这也是YY以前跟我说 一定要generous 就generous呢 就是说包括 不管是从 不管是说 这个你的 从money也好 这个paper的 这个authorship也好 以前我还是学生 就跟我说 说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话 这个真的是太对了 然后我做 sistent professor的时候 其实碰到过 好多这样的事情 就包括 曾经有我的collaborator 然后本来我们想说 我们一起写的 有个idea 那真的是大家一起 想的idea 然后说我们一起 写的proposal 然后过了一阵子 然后这个collaborator 跟我说 说卢山 我这个 我呢 career proposal 就是我今年 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实在没什么想的 没什么好的办法 能不能把我们之前 讨论这个idea 我来写到我的career proposal里 这其实当时我心里 是很不舒服的 对不对 就是说 大家可能应该知道 就career proposal 其实只能有一个PI 然后我当时是 刚刚开始的sistent professor 我其实根本就没有funding 然后我觉得 我真的是觉得 我当时心里想说 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对不对 然后当然他是问我说 可不可以 对吧 他说 这个你如果你说 如果你觉得不可以 那我就不这么做 但是后来我也真的是 反反复复跟我说 我老板跟我讲过 这个人要be generous be generous 当然呢 也是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人 我这个collaborator 我觉得其实 也还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也能理解 他当时的处境 然后另外呢 我也觉得technical方面 这个将来的 long term的collaboration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后来就说 我就说OK 然后后来我觉得 你就是若干年之后 回过头来看 觉得这个都是很值得的 然后包括我还有 就是说我 我在以前 我用了别人的一个tool 那真的就仅仅是 用了一个tool而已 那个tool都是open source 几乎是 用它的open source version的 一个tool 一个系的老师 然后呢 我本来 早上就这样了 然后忽然想起来 说哎呀 这个 这个娃娃跟我说过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authorship的事情 哎呀我赶快给人家写个信 说哦这个你这个tool 要么你就做我的co-author吧 然后后来也是发现 就是说 就刚做assistant professor的时候 觉得还觉得这个 做这些决定都觉得 哎呀我这个 这是忍痛割肉一样 然后你若干年之后 回过头来看 觉得哇 觉得这个 比方说我这个多了 这样一个co-author 然后这个人 事后也做了我的 其实也是mental 真的是从别人身上 从每一个人身上 我都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那真的不是一个 一个authorship 或者什么的 然后包括和industry也是 就是我有一些industry的friend 比方说我 我这个去年 就有一篇SSP的best paper 跟Microsoft合作的 那么我那个Microsoft 那个人 其实我 就已经认识 这个 我已经认识他 将近20年了 就是从我刚开始 做phd学生的时候 就认识他 然后然后大家 就是每次开会就聊 每次开会都聊得很开心 然后但是我从 但是我从来没跟他合作过 然后在 我在Microsoft 我也从来没有 就是要过任何funding什么的 然后就忽然 然后两年前 一年前开始合作了 然后一下子 然后有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就collaboration 所以就是要很耐心 然后我来speed up一下 那么我最后 要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然后那么跟这个整个的 就是说你department里的 colleague也好 还有你这个community里的人 也好 首先呢第一 我觉得就还是 就是你要be generous 这个be generous 包括就是说你的 你自己的这个时间 对不对 就你可以主动去 就比方做些service 当然这都 就尤其是说 你有了tinyu之后 我觉得tinyu之前 倒不是大家时间 其实最重要 还是自己做research 我所有说的 这些出好人际关系 都还是在 你要做好research的题上 你自己做不好research 其实他什么都不用谈的 然后最后 我特别特别要说的是 就是说 这也是还是回到 就是这个 这个我的老板 YY以前跟我说 他当时也说到收学生 他说收学生也好 你自己做research也好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 一定要be honest 你一定要记住 自己的credibility 自己的reputation 就是用 最简单的话 不能弄虚作假 如果你有学生 你发现这个学生 比方说他觉得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evaluation result 哎呀我这个随便 就是来不及了 马上明天要跟老板meeting 我随便编个数据上去 他说这是bottom line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然后呢 我是想跟大家说 就是说 在 就是说 你在community里面 会有一些事情 会让你觉得说 哎 我可不可以这么做 我是不是看到别人也 我是不是看到别人那么做了 好像也没事 就比方说 我就很直接的说 你比方说这个 你投一篇paper 那我可不可以 跟别人明示暗示 跟这个reviewer 明示暗示 说我有这样一篇paper 我这个paper number 是多少 你能不能帮我 你要是方便的话 能不能帮我 帮我看一下 我这个 我能不能review一下 我的paper 甚至于说 我这个paper被拒了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到底是谁 哪个reviewer 给我写了这么糟糕的 一个review 这些事情千万不要做 我真的是一定一定一定 我觉得如果 如果我今天给这个talk 大家能记住一件事情的话 我就是希望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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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些 可能你觉得 哎 我看到 怎么有别的人也这样做了 或者说 哎 我听人家说 一定要这样做 这个paper才能中 这个proposal才能中 才能中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而且 而且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 其实 我们也 我觉得之所以 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说我们 其实你做别的工作 对吧 在industry里工作 其实公司 salary都很高 为什么大家要在academia 我个人是觉得 我觉得academia 我们是这个叫什么 传道授业解惑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是teacher 那么我觉得 那么 说真的 我觉得 不管你做的怎么样 你是个teacher 对不对 就要去做一个roll model 那么 那么就是说你这个 integrity being hones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else 而且 对 那我今天就 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 鲁山 下一个是 下一个是张咪 来了 sorey 可以看见吗 看见 OK 感谢苏老师的邀请 这个我可能 我就是代表这个刚从assistant professor变到social professor这样一个一群人吧 现在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 怎样上岸的吧 OK这个有点延迟 我觉得刚才黄恒老师说的那个怎样写proposal我觉得这个topic他已经cover了很多了我就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就想着重说一下其他的三方面吧 我想第一个想说的就是说怎样去pick这个research topic然后到底是注重quantity还是quality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怎样去寻求帮助或者说寻求feedback然后并且知道你们系里面合作学校对你的expectation 我觉得这一几方面可能对于一个新的一个老师或者sistant professor来说都挺关键的我想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吧 首先我想说一下怎样去选择topic 我在那个大家我看到大家这个提问的问题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提问 那我想说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刚刚进入这个变成sistant professor 他应该怎样去选择topic呢 我觉得以我为例的话我会去首先就是说start with 选择一样就是一个research topic的话就是说你的PhD的时候做的事情 这样的话其实有两个好处就是说你对这个topic其实非常了解了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不断的去发表文章 因为这个文章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个文章发出来的话对你去申请grants 那你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visibility都是至关重要的 你不但要发文章而且也要需要去发好文章 就是说high quality的paper 既然你对这个领域非常的了解 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你去发好文章 并且能够更深入的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去发好文章 当你有了这个作为基础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去鼓起勇气 去做一些比较新的topic 因为这个这个研究领域evolve very fast 比如说像人工智能 短短的五年间已经这个每年都会 都会有上万篇的paper出来 然后这个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topic 就是说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能够有鼓起勇气去做一些新的topic 然后不断的push自己 不要stay at your comfort zone 这么做的好处 其实刚才黄浩老师已经说的很很很很很清晰了 就是一般的这个 这个grant funding这样的一个agency的话 他们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新的比较fright的topic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这个比较新的topic里面 首先发的文章的话 你的citation可能或者你的reputation 会在这个topic这样里面的话 会上升的很快 当然了就是做这个新的topic的话 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还有些risk 所以我觉得像卢山老师说的那样子 就是说be patient 但是呢一定要有courage去做这个事情 第三点呢 我看很多很多很多人在那个 Google doc上面问就是说 should I work on hot topics 当你问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想就是说结合我的经验 我觉得可能一个更合适的topic 一个更合适的问题就是说 does this hot topic align with your true passion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就是说这个hot topic 是不是适合你做 或者说你是不是有激情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hot topic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家都要在做 然后竞争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激励的 要想在这个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话 我觉得你的个人的technical expertise 和true passion 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选择做hot topic之前的话 先要问一问自己 是不是你的technical expertise align with the hot topic 并且你有足够的这个passion去做这个事情 无论如何 我觉得无论是做hot topic 还是不要做一些取得性的hot topic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一定要去坚持去做这种important 非常重要的topic problem 而不是那些比较fake的problem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们作为学者的身份来说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community的这个reputation 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家会非常非常的appreciate 那些做important problem的scholars 因为这个只有真正去解决这些important problem的时候呢 你才会对这个community的这个research area 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别人才会appreciate 第二个topic就是quantity and quality 到底是选择quantity呢 还是选择quality 我的个人经验就是说it depends 因为这个有的学校可能care more about quantity 但是有的学校可能care more about quality 我非常幸运的话就是说我们学校和我们系 他可能care more about quality 如果你看我的publication 我可能这个的数量上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们系和我们学校非常非常的appreciate 就是high quality的一些work 这也是我比较就是幸运的地方吧 当然了如果你不能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 当然quantity和quality都要去追求 但是如果你不可能去meet both的话 我觉得凭我个人的这个经验 或者说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 我觉得quality always comes first 每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家庭情况也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有些作为年轻老师可能 这个需要担负更多的一些家庭的责任 那在做取舍的时候我觉得 对我而言的话quality is way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而且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这个一个学者在这个学术圈的这个reputation is built upon quality not the quantity 最后一个topic想跟大家简单分享就是说 怎样去寻求帮助然后怎样去理解你的expectation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 无论你在这个人生的什么阶段 你都是需要mentor的 而且即使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 比如说assist professor 你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 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你有很多的这样的 义务要去满足 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没有太多经验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去找到一个mentor 能够帮助你在这方面去获得经验 或者说去帮助你解答你的问题吧 而且你不一定只有一个mentor 因为不同的人他在不同的方面有自己的专长 所以你尽可能去找一下 就是说尽可能去找一下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他比较有经验的人 所以说不要局限于只找一个mentor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mentor 但是就是说你需要去actively去寻找这样的mentor 能够帮助你在短的时间内去达到你的目标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我想说一下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因为可能涉及到assist professor去获得tenure 就是说你需要去了解你的就是说 系里面和乐里面对你拿到tenure的一些 expectation 这种expectation不是说是一个在我的在我经验来看 它不是一个一个fix的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非常dynamic的事情 所以这就要求你去有机会去 一定要去和你的这个department chair去沟通 我想就是说可能每年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学校 都会有这样一个就是annual review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觉得就是说不要去惧怕和你的department chair去沟通 我觉得相反你要更多的去去跟他交谈去知道 就是说not a tenure 需要对你的expectation 你可以根据这expectation 来去安排好你的时间来去调整 你到底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proposal上呢? 还是说把工作时间花在发journal papers呢? 还是或发这个conference paper 我希望这些对大家有帮助吧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专闻 可以 下面 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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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想我在前面几年 因为我发现 《assistency professor》五年种 当中五六年当中 两个前面三年成长最多 所以可能就是 讲一些小的小小经验吧 希望对新的Buckley 或者即将要加入我们 就Buckley行列的朋友有所帮助 首先的话我自己 我可能就是稍微那个路坎坷一点 就是跳了两次槽 先是在工业节research lab 然后跳去U.C. Santa Cruz 然后三年之后 现在是在U.C. San Diego 今年这个月刚刚ten有 然后我的research area 是科技厄 detection 那是老师已经介绍过 然后我想可能我的内容不多 然后我想讲的可能就从三方面 可能对我来说 在我assistent professor期间 最重要的几点 做的要做的事情或者目标 就是一个是funding 一个是publication 还有是怎样和学生一起工作 然后对于我来说 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这样 就是有life 又有人问 就是有life和work的balancing问题 就是家里面 比如说小朋友比较小 然后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怎么样来balance这之间 然后我的方法 感觉对我来说 这几年还比较有效的 就是我可能每过一段时间 只侧重一件事情 就比如说我回头看 我这几年的话 就是前面两年可能是 主要侧重更多的精力 花在时间和精力 花在fundraising上 然后接下来更多的 把自己的publication 比较strong点 然后最近开始 接近tenure的时候 开始更多的时间 花在怎样 教学生上面 那中间可能有些overlap 这样前后加起来 可能就五年的时间 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 然后所以接下来 我可能就从这几方面 简单介绍一下 我觉得还比较有效的经验 或者小tricks吧 就首先是funding的话 对我来说 就是前面几个老师 都已经讲到 怎么样raisefunding 其实我已经学到了很多 对我来说 可能唯一值得介绍的一个 经验就是 我第一个funding 可能它不是peerreview的 然后我也有朋友问到 就是怎么样去寻求industrial funding 然后这个第一个funding 我的第一个funding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容易 然后也是比较有帮助的一种方法 这是Ellaborate的那个 NSF有叫NSF-IOCRC 这样个program 就是说老师肯定更清楚 然后他就是说 让学校和industrial collaborate 然后标的这样一个center 然后你center里面 公司是作为member company 每年要交那个membership费 然后我当时记得第一刚开始做faculty 可能前几个礼拜 我就去找一些Synia老师聊 然后其中有两个老师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center 然后你有没有兴趣加入 这有钱 然后我说那肯定好啊 好我要加入 然后加入之后 我发现就是 好几个好处 第一就是这样子的center的话 这个钱基本上不用写proposal 我记得我当时 他们给我的条件就是 我们有钱 然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project 如果就简单写个半页的project 的description 你想做什么 然后我们给我们的industrial ID industrial advising board 他们如果觉得好 那就给你一年一个学生的钱 这样这个钱就是非常容易就来了一年 然后另外他说 给我感觉非常像传销组织 就是他说 你如果去拉一个公司加入我们的center 那这个公司每年的那个membership钱就是你的 所以那我就去找那个鬼谷的公司 看他们有没有兴趣加入我 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center的好处就是 如果我是第一年的先生的professor 单枪匹马去跟industrial 聊 可能连一个聊的机会也不会有 但是我如果在这个center的保护层下面 就发现公司突然就变得很nice 他们也很愿意跟我聊 然后各方面条件也会让我很容易谈 可能原因就是一是有这个center的品牌 效应在哪 brand在哪 然后另外这两个center director 可能是在公司当中 一代水当中 就是说在某一个领域已经非常有名的 那么team A 是这个center的邀请我们加入 那他们就很愿意加入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在这个center的保护层下面就是 可能有些如果是PI单独和公司签的contract 或者是gift的协议 他公司可能会有些限制delevarable 但是如果在这个center框架下面 ISF和这个学校会有一个框架 那么公司必须承认说 履行这个框架 然后才可以加入这个center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些就是条款啊 协议啊 作为assisted professor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worry了 而且这些协议对assisted professor 会非常friendly 它不会要求非常严格的deliverable 更多的是 就是encourage publication 然后open source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 在前面前面也是 我们就要做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你的学校发现 你发现有这样的center的话 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除了funding上面的好处 加入这个center之后 我发现就是在工业界的networking 这个层面上瞬间打开了 就是说会通过这个center 去认识很多公司的工业界的人 而且因为这个center本身有的品牌 然后这两个director都是比较senior的professor 那他们就会认识的人 然后介绍给我的人 就会相对level高一点 就比如说都是VP或者是CTO这个level 那相对来说只要这些人如果能够比较喜欢我的message 比较work 那他们都是直接就说可以拍板说这个方理给你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去explore这样的机会 对刚开始的assistant professor 直接刚开始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career proposal的话 我跟大家一样做了一样的事情 唯一做了不一样的事情 可能就是我找了一个funding strategy的consultant 当时是学校有这样的机会问大家要不是 然后说那我就试一下 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在别的州 然后就是通过电话来做一些funding的writing consulting 但对我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career proposal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就是一方面就是刚开始写proposal这个阶段 我还是不太知道怎么把握scope啊 然后怎么去讲一个故事 那这个consultant就会给我很多的这些概念 然后另外的话他甚至可以做到就是 帮我把握scope的过程 agenda定好 就是说你到哪一天之前要定一下story 然后我们一起来定一下这个story是不是好 然后你到哪天之前有一个初步的框架 有个提纲然后我们再来过一遍这个提纲 怎么样 然后在哪一天之前你要有个简单的draft 然后我们再来修改这个draft 然后最后再进修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这个consultant 比如说是带着我这样写 然后另外的话在education这个module上 他也给我提了很多建议 说这样子讲这个education这个module 会更promising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resource 或者说你有一定的funding 可以pay for这样一个consulting 或者technical adaptation 这个investment还是值得的 就是在一些curricular proposal上面 然后第二部分publication上面的话 就没有太多的经验 就是唯一我可以说的可能就是 有问题问说什么时候开始 explore新的领域 然后要不要establing新的area 然后我的case的话跟那个王老师说的一样 我比较保守一点 我一直基本上就是在自己做的这个领域 做了很多年 然后过了kindual appraisal之后 可能离tenual还有一年的时间 然后可以想要不要做点新的东西 然后可能我可以分享的一点是 怎么样开始explore新的领域 怎么快速的可能出些publication 我发现我发现collaboration就很有帮助 就特别是这个领域跟你原来的那个领域 相差相对大一点 然后你的collaborator 尤其比如说你如果说担心 pintennial的时候 跟senia的 academia的人 collaboration太多会影响你的independence 尤其是接近kindennial的时候 那可能跟industrial的人collaboration 就不会有太多这样的顾虑 而且industrial collaboration的话 可能会给你更多的就是resource上面的 然后一个人力上面的支持 这两方面我觉得还是对establish新的area 然后快速出publication很有帮助的 然后最后一方面是working with students 这方面我自己也在学习 然后今天我也是来学习来的 但我看到有问题问 就是特别针对就是女老师怎么样motivate 中国男学生或者international男学生 然后我想可能这个问题是特别是我和山老师的 然后所以我想就是简单讲一下我的经验吧 就是首先我觉得motivation上 我没有发现这个group之间的差异 就是更多我发现是个体上差异 在我的case可能有的时候是美国学生更需要motivation 然后中国学生他们自己更self motivated一点 但是更多的是每个学生他们的motivation程度 以及motivation的方式可能都不同 所以说对我来说就是一般在前面新的学生来的时候 然后前面几个月可能就是磨合期 然后会发现他的style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会调整这样去找什么样子的方式 是最好的motivation方式 然后我发现比较通用的一种方式 其实是我跟我的导师谢远老师学到了 就是peer pressure我觉得非常有用 就是组里学生互相之间他们会看 谁又发了paper或者谁正在做什么project 但是我可能progress还没有很好 那他这个时候就会非常progressed 然后有的时候可以就是促进这样一种 比较良性的peer pressure的话 我会用一些方式 其实也是跟以前我的老师学到的 就是一个是可能大家都会做的 就是每周都会让学生发周报给我 然后让所有组里学生都能看到 一个是增加学生互相之间的透明度 他们了解他们做什么project互相之间 然后他们也会更愿意就互相collaborate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他们也会就是知道每个人的进度怎么样 然后跟自己比一比我的进度怎么样 然后另外一个我做的是 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每个季度 会发一个publication的季报 这样类似的 就是说组里面现在大概是 已经发的publication是多少 然后谁是谁发的 然后那个 有多少publication是in submission 然后哪些publication是in progress 这样的话更多的增加透明度也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他们就会更加的就是注意到周围 其他人在做什么东西 这两方面对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有帮助 从multivate学生上面来说 我差不多就说这么多 然后最后的话大家都说了 就是多跟交流 然后networking 然后多make friends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那个 下面 钟灵 大家讲的多 因为问题提前已经收到了 所以大家都在回答很多问题 这样稍微时间上 那个我们 我们今天晚了这个20分钟开始的 所以应该还可以 听不见你说话呀 听不见我说话 我是 其他人能听见 众灵说话吗 你们都可以听见 OK那行 其他人能听见就好 我就说吧 我是最后一个 估计大家还有别的事情 应该要玩了 我第一个就说恭喜 恭喜大家 都拿了新的教职 或者说已经拿了教职 成为一个教授 一个老师 特别是你们现在是 Junior Professor没有Tenure 大家可能压力很大 但是我想第一点想做的是 大家应该 enjoy being a junior professor 特别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系里有个学校把你们造进来 就是给你们身上 投了很多startup package 很大的希望 你的成功就是这个系 这个学校成功 所以说这个给了你很多 Leverage 比如说你可以 你觉得有些什么事情 可以让你更成功的话 你就可以去找系主任 找Dane 跟他们说 这样做的话 那你也可以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我prefer construct 说这么做 让我们做 而不是说 现在这么搞 让我 这个 work 这个 是他不愿意听到这样的 这样的message 你的声音有好多疯的声音 现在好 你先近一点 这样的声音大多了 因为有的时候 因为我的笔记本发烫 我开了一个风扇 再装装 所以第二个就是你的community 你的学术圈 其实新人大家一般都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又来了新的能干活的人 有新的perspective 新的generation 像我在的 Seek Mobile 有新人来的话 各种conference 我们的steering community 都会讨论 把他们加到program community上来 所以你也跟趁着自己是新人这个阶段 积极参与 积极为社区服务 积极的去voice自己的opinion 这个也是一个good opportunity 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新的老师 你有two wide cards 是吧 一个是说别人让你干什么事情 你可以说I need to get tenure first 所以你可以说 但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可以half joking I need to get tenure first 大家都就会明白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你是新人的话 就不用担心犯错误 不用担心 比如说第一次teaching 你教的不好 头几个propot全都被拒 大家都这么过来 所以说你可以跟别人说 也可以跟自己说 I'm still learning so no big deal 第二个point我想说的是 尽管你们刚开始 还刚开始在世界上 但其实一个学术的生命是很多年的 tunior可能你六年就平到tunior 但是tunior之后 还有30年甚至40年 可能现在人长寿了50年的学术生命 所以你得play the long game 这个play long game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what life will you live 你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一次 活这么一次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说 很多老师前辈都说过 你不要等着什么时候 比如说我等了tunior 在这干某个事情 我等了fulperson 在干某个事情 如果你有个pension 有个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周元老师上回讲的时候 比如说 李老师不要为了tunior 如果想生小孩 就为了tunior就delay 这个也是中间一个例子 don't wait to pursue your passion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更重要的是 don't drop the ball on health family friendship 因为这些是matter for your life and in the long run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认为这个和卢山讲的 前面几位老师讲的 就非常有关系 what reputation will you have 这个和招生拿funding 和你平tenure都有关系 你有一个什么reputation在外面 这个是很难改的 像卢山说的 我想总结一个就是说 物以恶小而为之 不要一点点任何 不伤害integrity 伤害reputation的事情都不要去做 哪怕是有很大的利益 不要去因为短期的利益 而伤害自己的reputation 这个reputation在各方面都反映下来 比如说你要招生 你也会有reputation 在grandstudents也会有reputation 学生拿着你的offer 他也会去到处问这个老师怎么样 对吧 所以你今天怎么对待你现在的学生 其实就是为你未来招生 在做一个铺垫 包括你今天怎么对待你的合作者 其实也会影响到以后 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合作者 你今天做什么样的科研发 什么样的文章 就会影响到五年后 六年后你的tunce writer 给你了什么样的 所以care about your reputation so think of what reputation you will have in a long run 这个有个played long game 有个好处就是说 所有的setback 什么paper被拒 proposal被拒 或者说被谁批评了什么事情 犯了什么错误 这setback is temporary the short-lived that's okay 我们像虽然我工作了15年 我的也犯过很多错误 也被人批评了很多次 但这些现在想想都是 时间就是白剧过戏 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如果你受到什么挫折 受到什么批评 不要认真学习 但是不要把它太当回事 play that long game 第二第三个我想讲的是 diversify your portfolio 这个也是各个multiple aspects 包括你的学生 你的组 你build up a team 是吧 你学生他每个学生 他bring different thing into the group 比如说有些学生他特别善于写 有些学生他 组会者特别能说 特别愿意跟你argue 有些学生这个可能不会写 不能说 但是他这个可能动手 能比较强 能够搞这个搞那个 各个学生 每个学生你在招一个学生 招一个或者postal的时候 你要想他是做一个team的一部分 如果你比如说你的team 全都是学生 contribute the same thing to the team 那你的team可能就不是很的balance 所以我发现很重要 就是说 build a diversified team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n students can help each other and you can learn a different thing from different students 同样的道理 也可以放到 collaborator上面 你可能要同不同的collaborator 能学到不同东西 在research projects 也是一样的 我们往往得balance 有些projects 你做就是为了funding 有些projects 你做是因为 你的学生很passionate 也有些project 你做是因为 你自己很passionate 所以这些也是一个 你不能光做自己passionate project 是吧 这样可能没有funding 可能学生也不太喜欢 但是你做一个overall 你的team 有一个portfolio 一个balance portfolio 很重要 funding source 也是这样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甚至nsf 很多program 都会有一个quota 你只能偷两个proposal 一个cycle 对吧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办法 能从不同的program 去拿到funding 同样的道理 也可以放在mentor身上 所以你可能 比如说你对于中国的教授 应该怎么deal with 一些situation 你可能需要一个中国 有中国背景的老师做mentor 但是可能teaching 可能research 可能你又需要不同的mentor 所以尽量想着有一个portfolio everything is a portfolio try to build a balance portfolio have multiple perspectives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叫他80-20 rule about crap 但是这里说的crap 不是说卢山提到过 不到的或者 violet-integrate事情 violet-integrate事情 is 0% never do it 我说的crap 就是说你不太想干的事情 比如说有一个senior的faculty 找你来写一个proposal 你觉得这个research就是crap 你其实也不想做 是吧 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得说yes 比如说 上演你去干一门课 你不太喜欢教这门课 就是说我们生活 很多我们自己不太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尽量 从我这十几年工作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 如果生活中的crap太多的话 是not sustainable 所以我觉得一个good rule是 somehow manage the crap to be below 20% of your time 如果80% of your time more than 80% of your time you're doing something you really enjoy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that's great 这个applied proposal paper collaborator grad student funding everything 因为这个academics career 是一个long game 而且你非常累 stressful low pay 如果我们不能花80% of time to do things we're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enjoy why right why do this job 所以 如果 你 keep the rule in mind 的话 会 force 你去说 say no to many of the things right that you would not really enjoy 最后一个单 就和这个crap有关系 如果你你的没办法 你这个觉得这个crap 还是太多了 实在不 enjoy right 做一个教授 或在某个地方做教授 我想说的是 faculty job 其实 it's just a job it's just a job it's not for everybody not everyone is caught up for it not in getting this job or tenure is not end of the world so it's not end of the world at all it's actually could be a bliss right 所以 如果你 keep this in mind that will help you to focus on things you really enjoy make your life more enjoyable make your career more enjoyable more productive that's it thank you 谢谢 好 谢谢 中林老师 这个 那我们把几个 把你们几个 这个 panelists 叫回来 我们今天的时间 稍微 稍微往后 走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们提前 把问题收集了 所以这点挺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chat room里面 这个可以 就是这个这个chat里面 大家问 有几个 有几个 比如说这个video 今天这个真是挺 挺不好意思的一个事 一个是原来这个streaming的 这个本来通过YouTube是 就是说可以直接上去的 结果那个 我估计后来我发现 可能是我这个Mac 好久没有update 才有的时候你不update 他这个 这是可能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是 刚刚在中间我断过一次 不过好在这个 中林老师也continue 这个这个 这个record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有两段视频 到时候我们可以加在一起 再再放出去 但我觉得既然大家online的话 今天挺好的 最多的有170多人 在同时 按在线 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可以问他们 像我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刚才这个 近身提到那个consulting公司的话 因为这个 我最近开始做了这个 学院的social dean for research 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 学有些学校 可能就是提供这种 是提供这种服务的 这个其实挺贵的 因为现在学校 学校我们掏钱 我才发现 这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事 并不能apply到所有人 但是呢 这个的确可能 效果还不错 因为他从你开始 我是这样做的 给每一个 我们学院有八个系 给每个系的这个系主任 他可以nominate一位 这个他的junior faculty上来 然后我们给他们 这个大概一个人付 4000到5000美元左右 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去work 就大部分这类公司的base 都在华盛顿 都在DC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有挺多这样的公司的 然后他们会 会会会有些经验 而且给你提提的意见 也是非常的这个 包括不管从写作 这个写作的手法上 还有甚至一些topic等等 就是他们都起一些作用 这个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事就是关于就是 中林老师跟卢山老师都提到过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我在NASF的时候 因为因为自己做这个PD 有的时候也能也能感觉到就是就是关于这个 现在有一些 呃就是就是有一些年轻的老师 可能就是特别是junior刚刚进来 好有可能是就是 就大家在这个大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想表达的是好 我今天走在路上稍微考虑了一下 正好中国从改革开放 从第一批80年代开始有人到美国来 我呢正好在中间就是说我们有20年 就是我我博士毕业经历20年了 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这个 基本上到美国来是两代人 就是第一代人因为因为原来 呃也很聪明 就是也很强 但那时候毕竟刚刚开始 所以说他们去的学校相对来说都普遍的这个 呃都稍微会就是能去很能去说实话 去top30的学校的都很少见 就是说在这个在在这个第一代个generation里头 那么这个第二个现在开始的话就不一样了 一来是你们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 现在学现在老师譬如说要进到这个前30名的 就是说现在已经相当的这个 就也不能说就是遍地都是了 但至少也是这个相当的这个呃 就是不再像以前那么凤芒凌小 现在基本上你以后再要问 以前是问有多少人在top30 现在是要问有哪个学校还没有中国的faculty 对吧 其实现在就是说这个你会看到这是个区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提到的这个reputation 就是就是说那个就是你慢慢的 就是说这我觉得年代人 我不想我们不会针对哪一个人来说是 但是我们觉得他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reputation啊等等啊 就特别是包括打招呼 对吧 来这个哎呀我有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来通过运作这个 这一点因为我有时候跟一些比较新的老师 就会发现 呀有的时候某个老师可能会对某一个 某一个老师假如说这个呃 呃因为就是有一些过节哈就是我们有人嘛就是江湖有的时候可以 结果有的时候注意明白了以后为什么他们之间有一些过节 原来是因为在某年某年某年的某一个conference上面 实际上现在看来那些conference都是一个都是很一般的conference 但是因为可能没有支持他的某一篇paper最后被知道了以后 然后心情很不好这样接下了一个一辈子的梁子 就是说就是在commitment偶尔也会遇到这种情形 所以当卢山跟我说这个这个社的时候 特别在我们在芝加哥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听到有些哎 你那个什么那个帮我一下我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些事情啊今天我我就是非常高兴他们都都作为两个就是说 相对来说senior的老师就他们把这个提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大家那个希望从一开始入行的时候就不要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些这个错误 因为你一旦比如说跟别人在一个workshop上通过打一个招呼 他慢慢的这个你的reputation就是刚才中林老师的最后提到的这个apply everywhere 包括你的collaborator等等 所以这个点就是大家正好刚开始career的时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 ok 那个我也不知道大家提问的这个这个好像好像在在这个上面没有人问问题啊 啊 没有人 有 你们谁要问问题的话也可以举手举手举手了以后我应该能看到你的举手举手举手说以后我就可以把你I mute 你可以直接在这上面问 没有啊 或者是在chart的时候还是说因为哎呃我匿名问个问题可以我我就不说谁了你问吧你问我我来说 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有人提出来需要匿名问问题我们也让他匿名问问题 呃写在这儿 这问题怎么这么慢呢 ok 就是说呃有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说不主动对吧我不主动找别人来帮忙就是但是有的时候一些 senior faculty那个主动来找你说哎 你看有这么一篇 paper 你你你帮个忙那你咋办这个呃朱林卢山 对我我我我来说的因为其实说以老实话这个东西呃现在acm 讨论的也挺多的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很担心 而且确实是就是说我们很多 senior 老师觉得啊有这样的事情啊 那从来没有人找过我呀 但是就是说问题是找的人都是那种找的都是你你不敢report的我我说就是说我我呃呃综合一下呢我听一些大家讨论的结果有几个呢一个呢你如果是email的话你就假装没收到email 嗯这是最简单的了嗯这个然后事后如果人家问到你就说啊不好有吗这个你给我寄email了啊真不好意思哦这太不好意思了这个我没收到这个嗯然后呢这个还有呢还有比方说你嗯如果当当面如果如果当面人家问你嗯其实也可以一样啊你可以试后 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对不对然后呢嗯还有呢就是说我但是呢就是我其实我要说的呃就更那个的是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对这个系统有trust 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事情给吓到了嗯因为怎么讲呢因为就是说嗯要相信就是说好人是多的呃会support你的人是多的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说其实我也听一些junior的人跟我讲 说他碰到这件事情就是觉得特别的就是整个人生观感觉就好像都就受到了这个然后呢然后呢也问一些别人然后当然你一般听到的都是一些很很怕人很吓人的故事对吧就是说因为那就是一些比较离奇的故事所以才传的比较广然后呢甚至有人觉得哎呀这个学术界是不是就是这样就就是很黑暗啊什么的千万不要这么觉得 其实恩觉得觉得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你如果真的看到这种事情其实你可以跟chair说啊你可以跟这个program chair说你如果不想有的人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很都很kind的对不对 然后呢 那你可以就说我有某某篇 paper 你不要 assign 给我 我不知道有很多 conference 其实有很多 conference 你可以 bid 但是并不是 这个并不是说 我 bid 的分高 就一定拿到这个 paper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很 不敢得罪一个人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那你就跟 chair 说 这篇 paper 你不要给我 你也可以跟 chair 说 我跟你的这个事情 我希望你 keep confidential 我相信所有的 program chair 都会这个 follow 都会尊重你的这个选择的 然后真的是 就是说这件事情 反而是如果 其实如果你当时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去 bid了 然后去review这个 paper了 这真的是反而把你自己 给怎么说呢 脱下水了 然后以后这个事情会 这样这种事情 会越来越糟糕的 因为真的是要相信 真的大多数人都是 都是这个 都是怎么说呢 正直的 我真的我们这个 academia 大多数人都是 甚至我相信有很多人 比方他问别人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review个 paper 其实他们很多人 也是在错误的信息的 这个导引下 对不对 并不是说 这就是真的就是坏人 不是怎么样 所以但是总而言之 就是说 真的不要参与这个事情 然后呢 另外很多现在 sig committee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 有很多 committee 现在有个叫 cares 很多的sig下面 有个叫 cares committee 现在 cares committee呢 也包括 ethical的 violation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committee呢 就是说你 他们保证给你confidential 就是说有的人会觉得 我跟别人说了 因为我不想 我很多人都说 我不愿意实名举报 这个事情 甚至连举报都不愿意举报 这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跟一个叫 cares committee 然后就是说会给你很多指导 嗯 行 这个后面问 我不问卢山一下 对 朱林你说 对 我特别同意卢山说的 就是这个community学术圈的 大部分都是好的 而且坏人都有坏的reputation 每个学术圈 你现在又打电了 对 我得把风扇关掉 我的意思是这个 其实坏人都有reputation 尽管他在圈子里混 但其实 somehow there is a system there are people know who are the bad people 我可以告诉你 比如说有些steering committee conference steering committee 他们就知道 这个 from 这个会议的前几次的经验 哪些人是bad reviewer 写的review写的不好 这个还不算是ethic violation 哪些人 这个reputation不好 搞一些很fishy的事情 the community has memory and cares about reputation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就说你们听到的一些 可能很特别的例子 是吧 我觉得第一个这些例子很少 第二个呢 就是这些例子往往都被放大了 因为我最近接触了一个很年轻的老师 说我们这行的 他就跟我说 我们这行里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问他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说来说去 其实就是普通作与那些事情 大家都在瞎猜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 你应该assume people are have good intention they are good 不要by people assume people are bad 第三个就是说尽管有人可能来 现在我觉得有人来找你 不会是找你去干这种 比如说特别违规的事 可能很多是灰色地带的事情 比如说帮我看一下这个paper有中了没有 或者说是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就像吴三说的 你打他答应下来 时候不理他就行了 说我忘了就行了 其实大家都明白 你这样做的话 反而会赢得别人的respect 尽管问你的人 他自己心里也知道 这个问这样问是不对的 你没有理他 他反而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 而且他也会对你的respect 更会高一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做教授 我们做着卖白粉的辛苦 挣着买白菜的钱 不要去看这种事情 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integrity scholar integrity trust the community 一定要在那里 我觉得卢山说的care 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资源 而且你在圈子里 在这时间长了之后 你也会有一些senior的faculty you can look up to you can ask them 把我们靠着跌尾 好 后面现在问题还挺多的 我们我们就不让前面挺重要 我再看一下 我也不能选择他们 有人问你们觉得学术界找工作 就是说你从哪个学校出来 这个就是学校的ranking 等级是不是很看重 他问的是是不是很看重 是这个意思 谁想回答一下 还是 我觉得这个看重肯定是看重 但是也不是说不可能 然后另外我一个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学校排名不是很好的话 那么找一个比较 找一个letter writer 然后这个letter writer 是从就是有比较高的rank的学校department 我觉得就会尤其重要 对这个都是有就是说这种 我觉得最后比如说 faculty recording it's all about you right 你从哪个学校哪一段 你的导师是谁 it's about your training that's matters right so that says about your training but eventually it's about you right your work so你如果不是一个特别名校特别大牛老生主力 但是出来的 可能你这方面你需要找别的evidence you are properly trained you are ready you have great idea you have done great work 像卢三说的找的letter good letter writer 这就是one of the ways 对就是说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对吧 当然那个学校也肯定肯定就是也比较重要 啊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有没有老师介绍一下军方项目的一些经验 啊这个估计大家现在都比较 啊就这个我们关于项目的话 我们将来就是说在一般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我可以快速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在刚刚开始做做faculty的时候 通常你都你的身份可能都在h1签证 所以说这个在没有绿卡和变成citizen之前 有很多这个军方的项目的大门 抄你实际上并不敞开 所以说可能都会受影响 当然也有的老师就是说也有 如果没有的没有那种ITA限制的话 你也可以申请啊 但是就后面因为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会关于目前这个 中美关系这个怎么样影响 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说如果不是 除非这个项目已经就到你手上了 就是说你只要一张嘴就给你了 否则的话 我觉得在目前在这上面花功夫 可能在这个 就可能要稍微费力一点啊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就是说 如果跟系特别是跟系里面的 senior faculty 合作 这些是个大是个大问题 但是系里面的已经前提是这个 系里的氛围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就是说senior老师也也不share资源 就是说应该就说白了 就是说他就这就是我们以前遇到过 就有些senior faculty 看你一来正好 呀又来个postdoc挺好的 来你的所有的paper认给你 让你学书的学生的文章 认给你让你帮他改 你写的proposal自然拿走30% 然后什么事都不做 你写吧 就这种人就是说我们也都见过 就是说看看你们在各自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说在你们学校你根本就没发生过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首先这样的senior colleague they have reputation too before you say yes investigate their reputation 然后如果他们来找你 你就敷衍 你说我考虑考虑 I have a lot of things on my place let me think about it 钟宁的回答这个刚才特别好 我觉得以前因为我mentor过好几个好几个faculty 等到他们出事了以后才跑来跟我说 too late 我的建议就是刚刚才刚才他说的这个这个回答 你在到悉尼来以后一定要不要关在门里 天天躲在这我就干我自己的事 就是说你你找一些senior faculty聊一聊 从multiple perspective聊一聊 有人来找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 多跟系主任啊 跟一些senior的老师啊 就是说跟其他的senior老师聊一聊 我给大家share一个经验 就是说这个这个最有意思的 我就是我们这个faculty是个印度人 康雷尔大学毕业的 他刚来以后啊 他做machine learning 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学校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小子 不是这个 这个老师就是说非常非常聪明 他刚来以后来 心里两个很senior的这个做人工智能的都来找他 都想让做他的mentor 我们学校有official的这个mentor program 一来还能拿两千块钱 这是一号 其次就是还可以叫他干活 这家神的很 他竟然跑来找我 他跟我说 哎 维松 我觉得这个 那个我想找你做我的mentor 因为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 这个你 不做machine learning 你跟我不在这个方向 也很好 已经跳槽到别的学校去了 已经走了 这不是个外国人 就是说 但是我发现他在handle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没有一下子掉到一个万丈深渊里面去 这个 而是这个 哎 他很 他找了个别的方法 mentor 刚才山根 都提到过这个事情 就是不跟你做的方向一样的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挺好 你们还有没有人 其他人想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 就是senior faculty 的事情 因为这后面现在问题越来越多 这问题越来越多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五点 我们 我再看一下 你们都能看到这个问题吧 你们有谁主动想回答一个问题的话 可以 倒是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挺值得回答一下 不好意思啊 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所有的 就是说 他自己 在业界做了很多年的研发 然后呢 半路又出来读了个PhD 这种情况下 以后又想做faculty 就是说 感觉自己年龄可能会比 比这个年轻的老师 年轻的同学相比 就岁数大了一点 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这个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我以前有个学生就是啊 他在工业界干了好多年 然后又又跟着我做了PhD 现在都已经 做faculty好几年 已经拿了career 拿了tenue了 就是说 年龄不是问题 其实 这个这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对 只要是 你对faculty这个工作非常感兴趣 那么 那么就去读 读PhD 做faculty 这个都没关系 对 然后我想正好跟着我 这个黄恒志说的 我看也有个人说 faculty hearing committee 看人家主要是 主要是看什么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有个interview前 和interview的时候 interview前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是看看纸上的东西了 interview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publication什么 真的都不重要 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interview 其实是看演员 就是说 看 觉得 比方说你一个人 看起来很mature 然后他知道到底想要 自己为什么想要做faculty 然后这样子人就很容易 然后我们也有那种 我们有那种来interview的人 然后publication非常好 然后到一个人的办公室 首先就把脚撬到桌子上 真是 然后你可以想象 这肯定拿不到 然后也有那种 也有那种 就说 跟老师meeting都很好 然后跟学生meeting 然后我们就 就学生meeting 然后就是那种 口出狂言 跟学生一起吃饭的时候 然后就 就因为这样子 然后我们 当然是非常非常想的 老师都觉得 哇 这个人好棒 好棒 就因为就跟学生吃饭 这个事情 然后就没拿到offer 所以其实interview的时候 很多其实看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看你的personality 或者说 你是shime 也没关系 你不mature也没关系 但是至少你要pretend 你是一个很mature的人 OK OK 好好好 这还有没有其他想回答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都在这 这里面就成为有一个哈 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话 有很多合作 但是都在进行中怎么样 因为他这是private给我的 所以你们看 没想起来 并不是你们所有人都能看见这些问题 因为他要匿名问这个问题 就合作很多 也都在进行当中 就是有的时候你怎么样取舍 特别是最近疫情以来 我感觉大家都很忙 你一天到晚都在这写proposal 就是这时候你很难确定 这个师傅放进港能不能拿得到啊 就是这时候你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建议 特别是这个疫情看来还要待一段时间 至少到年底 估计都不会结束的 就是说很多人来找你 就是今天找要写个proposal 明天写个proposal咋办 首先恭喜恭喜这位老师 有很多人来找你写proposal 肯定你的reputation非常好 这肯定是好事情 但你自己 你就很honest 我觉得 当然你自己要选 也合作了 如果你选不上 你就委婉拒绝就行 你说I've got enough place 有时候你可以用 甚至用小孩作为借格 说你看我们现在小孩 不上学了在家里 这个实在没有时间 下回吧 以前就说下回吧 take a rent check 然后我觉得我想说一点 就是说 比方包括这proposal 我知道大家有不同的strategy 我个人是觉得 proposal这个事情 我觉得 你与其写很多个proposal 你不如就认认真真的 写一个或者两个proposal 然后你试着 比方说你 这个博者维松 其实知道的更多 是说这个acceptance rate很低 但其实我觉得 最关键还是 你自己认真去写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包括这collaboration也是 proposal也是 就是说我的目的不是说 你不能就是说想说 啊 这个我跟这个人 collaborate 可能我就可以多一个co-author的paper 或者我就能多的点钱 我这期最终还是要看说 你对这个research 有没有兴趣 有没有兴趣 对不对 然后你要根据自己 现在手上的时间 根据你的时间 你有没有兴趣来做这个research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说你有多少个 就就哎呀 我跟别人合作了 我是不是真的 多submit一些paper 多submit一些proposal 这个我觉得 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嗯 我们在这个 那个 张弥和和金生 你们有没有这个 就是刚才想不想回答 或者我来找张弥回答个问题 因为这边有个人 private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做数据 他做big data 这一块的 那博士期间的这个工作 都是他们自己实验室的 现在他独立了 变成个citizen professor 但是这个找原来的导师药数据 恐怕就意味着就 就是说呃 就是他不我估计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不一定找原来老师药数据了 那这时候他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难 哈哈哈 对啊 因为你搞就是说这个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你要想找人家药数据 自然就要把人家带上 但是你要对怎么弄 呃 我觉得 可不可以 对于是之前自己的导师吗 可不可以很坦诚的跟他说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真诚和坦诚 可能更重要一些 就是说 面临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 一个压力吧 就是说他希望他能够理解 那如果不理解 那也没有办法 嗯 嗯 OK 对我我不是把你逼到这儿来 继续回来一个问题 这个这个 维生 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做research 需要dataset 别人的dataset 对 就是说他博士期间用了很多数据 都是老板的 现在因为就是可能这一类有一些数据比较sensitive 这数据你走了毕业以后 你就不能再用了 这时候怎么办 就是快速的建立这种 呃 这个这个 因为对他们来讲 没有这种数据 可能他都真的是很难 不像我们对吧 这个可能好像 我们这行不太不太能理解 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东西好多是开源的 或者数据就是公开的 对对 但是对他们来讲 这个数据很很是 因为我大概知道这个老师从哪个学校来 其实在在你们那个 在你们那个那个附近 幸好有一个国家实验室 那个那个pacific west 那个国家实验室 他们可能有挺多数据的 所以我我可以在这里 就是说你可以找找他们试试看 有这些就是你就是就是国家实验室 他他跟学校之间有点互补 那就是说他有很多事 那个他会也需要找一些这个劳力啊 这样可能就是你找别人要一个东西 这点我想回答一个 就是说 为什么也会见到一些老师 因为我这个做医学 就是他们就是很想要数据 然后每次来找我 就是说 呀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天 跟City of Detroit的关系也不错 跟这个Henry Ford Health System的关系也不错 就是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些数据 所以我也是觉得我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你要改变这个mindset 就是你张口如果跟别人说来给我数据 你只要索取的话 这种是很难成功的 因为因为你一定要能说我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的态度一直是说 我来给我一些问题 给我一些数据 我去publish 我去拉方天 那人家为什么要把这给你呢 就你应该跟人家谈 比如说跟City说 我帮你做了这个事以后 对吧 免费的 我拿个TI来帮你做一些事 你得这种build的relationship 可能就会 就我手上有很多数据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说 我们帮人做 但是问题是有些数据 他跟人家这个有单位 有这种合同 他不好拿出去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就是你怎么样走开这一步的话 是一定要从别人的角度去想 就帮别人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估计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今天因为时间也不早了 就是大家这个里面 最后一个问题是非常sensitive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问 就是说 你可以不touch这里面具体 就是说针对目前这个中美关系 你觉得对我们在这边做faculty 和这个大概有多大的影响 大家有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和我们各位在身份有区别 如果像很多新的老师还是还是f1 visa 要拿h1b的话 这个影响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大 有了绿卡的老师可能会好一点 成的公民老师可能会更好一点 呃情况更好一点 呃对这我我觉得 但是对对新来的还是f1学生的呃 我将来老师我觉得会比较比较tough 嗯 这个这个问题因为比较敏感 所以我觉得如果pandemist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 但是我呃哎黄老师你想说话 呃没有没有这个这个问题现在看不准 现在这个形形式变化太快 我们还需要看看形式再说 对对所以我我我的建议是是这样 就是说既然你现在人已经在这儿的话 那就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这几年好好把这个research做好 利用这些这个现有的资源做一些事 就是不要你就是太关心这就是说啊 大家这个每天都在变化中 就是大家还要继续这个观察 而这个相关的就有有同学问 今年年这个后面的faculty的opening 根据目前就是说各个学校的这个这个状态的话 可能可能这个方定啊 就是说学校的budget啊 譬如像我们旁边就是michigan其所学校都是deficit 非常严重的deficit就是很多学校连这个那个retirement的这个matching啊 都已经没有了 有的学校就是说啊 所以应该很庆幸现在能找到个faculty 预计在未来一年里面 像我们学校现在开始讨论都是都是把就是没钱 那就开始讨论下一年的这个faculty的涨工资也不用涨了 甚至再往后再往前就是把这些range的全部都都给你用完了 那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可能faculty会比较难 所以如果再多如果在这里还有还有同学的话 你们正好就是说在条件不是太太那个的情况下 又想当faculty 就是说可以考虑这个 哎钟灵你要说话 我想说的也许情况并不是这样悲观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学校可能都受冲击了 finance都会有stress 但是我觉得受影响最大的是humanity liberal arts的major 还是physical science的major 像我们compete science 我的expectation还是enrollment 可能不会降可能还会再涨 如果enrollment再涨的话 这个学校可能 很大部分学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可能还是会在找新老师 比如说我觉得耶路 可能未来下面这个cycle可能还会再涨 行大家都申请耶路去 谢谢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 这个最后再做个广告 那个前的那个我们这个ASIC组织 很很快会正式开始有我们自己的 这个new叫做communications of ASIC 在这里面就有个模块 专门针对这个就是说这个job opportunities等等 所以将来我们会发给所有大家 如果你们还不是会员 欢迎你们变成我们的会员 就是说大家会我们会把这个新一开始是这个quarter是吧 是每一个quarter我们会发一期这个出去 所以将来大家可以看到哪些地方有这个job opening 就是有一个希望给大家一个统一的地方 就可以去去找这些 找这样的机会 行今天这个 那我们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这个五位panelist 这个谢谢卫松 谢谢卫松 然后呢我也谢谢这个 谢谢大家就是这个 来参加这个活动 希望对希望你们这个 不管你是在career的已经开已经开始了 sister professor 还是说这个即将当 还是说未来打算的 来开始这个career 都希望大家这个 这个 能够这个panel能够 有所帮助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